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时间 在大家看这个节目之前的几个钟头 就有一个游行举行 这个游行是由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 这个游行的路线就是先去湾仔军气厂街的警察总部 然后再去新政府总部 为何他提这件事呢 第一就是他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反对政治的检控 以及是反对逮捕机制的 这个政治检控的部分暂时没有说 反对逮捕机制其实大家都知道 林瑞伦在大陆开会赶下来 他就说据说要处理逮捕机制的咨询 因为逮捕机制的咨询已经结束了 差不多可以说陈埃落定了 这个咨询是甚麽来的呢 这个咨询就是 其实这里讲过很多次 就是原本在今年五月的时候 政府提出了一个方法就是 就是为了所谓要杜绝在去年的五区公投的运动 所以他们就希望有一个方法令到阻止到那些议员 是在他自己的任期内辞职去自己又选回 是去酿成一个变相的公投 因为其实全香港只有五个大的选区 就是立法会的选区 如果有五个议员分别在五个选区一起辞职 而提出一个单一的诉求 就好像2010年即去年的所谓2012双普选 或者尽快实行双普选的诉求的时候 当然这个投票会变成一个民意的表达 其实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有五十万人出来投票 这也是直到现在为止最清晰地用投票的方法 表达了我们要求2012双普选 而其实当时五月提出来的方案 就是回应暑黄昏 因为暑黄昏在2010年五区公投举行之后 他就说是要杜绝这个漏洞 所以他就说不如这样 不让那些议员自己选回就可以了 他们要受到惩罚 当然暑黄昏的脑袋 就是做立法会议员都大过天 觉得如果你们班人出来 无论你基于什麽目的都好 如果你首先不能再选回去做立法会议员 你不会做了吧 当然政府未必同意薛黄昏的意见 即是梁美芬 即是我的同事立法会议员 就说不行 因为这样会造成违宪 因为基本法第27条规定了 香港市民有参与选举权利 无论是竞选或选某个人当立法会议员或区议员 好了 政府搞了一年才搞出来 现在就有所谓逮捕机制的咨询 原因是因为受到很强烈的反对 大家都知道在今年的七日 有大约20万人出了游行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完全反对政府 说出来的逮捕机制 政府说出来的逮捕机制 就是大约如果有人是因为病也好 因为自动请示也好而出缺 是无需要再补选了 就是用当区在上一次选举落败最接近 就是紧附的那一队的团队接替就可以了 当然这是以回应梁美芬的诉求 因为第一 《基本法》第27条的权利的的确确 如果你不让某一种人 不让现任的立法会议员辞职之后再选 会有限制的问题 第二他也是看到的 如果辞职的人不像许黄昏的心目中 以小人之心度君之福 其实他是想选回去 如果他是为了一个理念 譬如商普选或者全民退休保障 事实上他如果牺牲了位置之后 实际上五区公投或者是一个全民变相公投 实际上会出现 好了 我们讲了这麽完 就是为何初初林瑞琳说不用咨询 那麽大的争议都不用咨询 那麽多犯都不用咨询 原因是他数舊票 但在7月1日之后他知道这样是不行 这样是会令到政府的假面目 政府压制香港人保选权的面目 暴露出来 所以他弄了四个机制 这四个机制 其实四个机制出来咨询 其实有一个问题是他从来没有说过有第五个机制 就是保持过去的任何议席出缺都进行补选 所以其实咨询是有点粗欺欺欺的 就是有点品笨 就是说你选四个 如果四个都不选就会是第五个 所以其实这个是有点蓄意的誤導市民 就是说如果你选这四个 如果你一不小心的时候 你觉得如果不选这四个就不能选 其實有第五個選擇,但他沒有把第五個放在接受市民選擇的諮詢 其實他就說一句,如果你四個都不要,可能就像以前一樣 所以其實整個諮詢都是一個誤導的民意 他就說其實在2010年發生的變相公投不得人心 有很多人都要堵塞這個漏洞,所以我們現在為了因應民意做的一個資訊 其實這是假的,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民意 就是2010年舉行的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不得人心 相反來說直到現在為止在2008的立法會選舉之後 全香港唯一舉行的五區立法會議席的補選是有50萬出投票 當然這個民主黨杯葛是一個問題,民主黨不贊成這個五區公投 公開反對這個五區公投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所以其實你看到到今日為止,就在星期四那一天,星期三那一天 也就是我被捕那一天,我因為在九月一日和其他人 是強闖林瑞倫主持的所謂就立法會出缺逮捕機制的諮詢 被捕那一天,大律師公會和律師公會都表態 大律師公會就說你講那四個的替補機制都是有機會違憲的 所以是不能做的,唯一的結論是你做回以前那個 甚麼都不要動,而律師會主席其實有很多人說他是建制派 我就不知是否真的,他都說你那些建議是不行的 除非你只有一個建議可以接納的,如果你做的 我們可以覺得有得斟酌的就是不讓那些立法會議員再參選 辭職的立法會議員是不能參選的,即使說 走了一年,搞了那麼多事,政府又原地踏步又回到暑黃昏 那條死路,你說這個政府的慰望還擺甚麼 即是說你由在2010年有某個人向你獻謀滑察 想一條死路給你去所謂倒絕將來出現的五區總辭 變相公投,他提出來的理據你拼了他,隔了一年之後 所有的人都覺得你全部都錯,只有一個人說 不如你回去梁美芬的起點,所以其實很簡單 林瑞麗說諮詢已足夠,無論是在五月講或現在講 都是假話,所以這就是為何又遊行 而這個遊行其中,即是在今日較早時候的遊行 為何又加了一個反對政治檢控的訴求 就是因為九月一日大家都知道我和其他人強闖 由林瑞麟主持的第二次的 就逮捕機制舉行的所謂公開諮詢會 兩場,兩場加起來只有二千多人 你說這樣也夠,而且還有很多人的意見 完全說你那個東西不行的,此其一也 第二,有些人覺得不耐煩,你為何不讓我進去 在你確認諮詢的場合裏給我講你的意見 說我意見,林瑞麟現在都說足夠 被人衝擊,被人強闖進去的時候 蒼黃慈廟,連金屋都放在桌子上走去 出來,對著那些擁躉,說完之後就說足夠 所以其實第一就是不足夠,這個很清楚 沒有民意也很清楚,但問題在於 我們立法會有一半的議員是由小丸子 選舉產生的,他數夠票,數夠票的時候 老實說,何需民意的支持呢? 所以換言之,任何要反對的逮捕機制 無論是出於真心有假意的,泛民所有的政黨 其實在這個關鍵的時候都要出來 但問題是為何在今日的遊行裏面 當民主黨以張文剛為首,何祥人為首 在上個星期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 認民建聯的劉剛華提出一個動議 而召開的特別會議上 民主黨竟然間做了一件親痛愁快的事 當時又和五區公投提出杯葛 摧毀公民黨和社會民主連線 為香港人提供一個一人一票 要表達就普選意見的機會,異曲同工 當日怎樣呢?有三個動議 一個是民建聯提出來譴責當日9月1日的強廠事件 一個是張文剛提出來的修訂議案 都是根據一面支持譴責9月1日的強廠事件 互惠表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公民黨的吳奧毅提出了另一個修訂的動議 就是修訂劉剛華 主要是第一,他沒有解定到當日是一個暴力的事件 他只是說一個不斯文,不是很恰當 這是很大的分別,是否暴力不恰當和是否暴力呢? 其實是有分別的 暴力的意思就是不受節制激烈的力量 當日的人是否不受節制有激烈的力量呢? 是否這樣呢?這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研判 尤其是當保皇黨民建聯 其實他所有的說詞都是抄文匯大公、商報、小小星島、東周刊 賄影賄聲 而你做這個立法的根據的時候 民主黨竟然間至今為痞,至今為膩 在他這個混淆是非 歪曲事實 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 蓄意抹黑當日強創諮諮會上 抗議假諮詢的人的基礎上 是去譴責我們 連盟友、吳靠夷議員 希望提出一個更持平客觀的動議 來修改民建聯 民主黨都拒絕支持 民主黨到底在搞甚麼呢 民主黨在做甚麼呢 民主黨在2010年又是顛倒是非 附和中共和特區政府提出來的 假普選的過渡方案 現在民主黨和權策掌準備參與 由於2010年的妥協方案 而衍生出來的超級區議會選舉 他們的黨魁何俊仁要參加特首 為所謂政制改革背書 捲起衣袖 捲入份坑去做這件事 但對於他們自己的盟友是怎樣呢 先對公民黨的吳靠夷議員就是不投票給他 令他的議案得一票 對於當日強創會場表達香港人反對 假諮詢反對逮捕機制 他們有沒有感情呢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當日金乃威議員被指以權謀私 濫權去性騷擾他的女下屬的時候 我們是本著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 當保皇黨說要提出 我們想引用條例去用委員會 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去查金乃威的時候 鑑於那位事主說不會有進一步的證據 我們都是反對保皇黨利用所謂 權力及特權條例的委員會抹黑金乃威 即是說我們是疑中留情 只要金乃威否認有這樣做的時候 又沒有足夠的證據的時候 我們不會妄加指責 不會落井下石 不會為了自己避免有麻煩 避免被電污 而是民主黨和金乃威割席 我們投票的意向非常清楚 當時世民也未分別 黃毓民和毓民興和我們很清楚 不用做了 因為這是浪費公帑 今天民主黨憑一面支持 第二 通過譴責我們的議案 他是不是下一階段 人家說要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要查這件事 或者是要制裁小弟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投了對方的票呢 為何民主黨和民建聯關係密切過公民黨和民主黨 這值得大家深思 在每一次關鍵的時候 民主黨都是站錯隊 都是賣友求榮 何謂賣友求榮 很簡單我舉一個例子 政治都不是很難了解 例如張文江在某一個地方被人誣衊他是非禮 打他 如果我走過我一定會說 張文江不是這樣 平時的人 你先查清楚 不要妄下結論 最好報警 不要打他 今日張文江和民主黨就是 我不是很熟悉他 他有機會非禮 你現在還踢我一腳 我不認識他 真是妥衰家 這個人 認識錯了他 這是何謂的道理 第一 這是我要博 第二 就是 如果張文江說任何的暴力 包括9月1號那次任何暴力都要譴責的時候 我請教你了 張文江 你不是要紀念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暴力的 辛亥革命是一次起義 是由民間買武器配合當時清朝的新軍去奪取政權 為何你不譴責他 你是不是譴責他 第二 好像劉江華之流更加無恥 如果你譴責暴力的時候 你會否譴責1967年 中共某一派支持的反應擴暴鬥爭 如果你說暴力 當年你們在中共的領導下 要錢有錢要人有人 有這個暴力的團體 就是叫做 港狗同胞反應抗暴鬥爭委員會 這個工聯會的頭頭楊剛還是做主席 你們有暴力的組織 有暴力的武器 有暴力的計劃 最後就是放炸彈和殺了林彬 那你們譴責嗎 又或者如果你覺得所有暴力都要譴責的時候 那共產黨推翻國民黨是否正確呢 共產黨是有軍隊的 是有一個提倡用暴力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政黨 這個政黨是統須一支軍隊 這些軍隊是訓練出來殺國民黨的士兵 殺這個反對共產黨奪權的人 你們反對甚麼呢 說得太遠了又說近代史 如果支聯會張文光都是常委 還引以為傲 因為施耀華參加了支聯會的工作 支聯會是支持八九民運的 如果這樣說法的時候 在八九民運的初期 學生不理北京市委禁令 不理中共中央的四二六社論上街 他們是否推開公安呢 他們是否跟公安糾纏呢 又再推論 如果當這個四二六社論出現之後 四二七有幾十萬人大遊行 一直去到五月十三號的群眾運動 是否又是在中共的壓迫下 使用了這個群眾的力量呢 是否真是一塵不染呢 是否沒有跟公安或者當時的特務有衝突呢 又或者當五一三大絕食的時候 然後當郭瑞巴喬夫來到北京訪問的時候 中共勸他們 你們不要啦 阻礙天安門廣場 不是我們清場了 又或者是當六三晚的時候 軍隊入城去驅散學生的時候 群眾阻礙他們是否正確呢 這個不是當時中共政府說 我現在五月二十一號已經給了戒嚴令 我們不守法紀 戒嚴你也出街 殺無死是否正確呢 這個在廣場的絕食 在廣場繼續靜坐 是否阻礙社會秩序呢 那你為何要支持他呢 還有一樣 講回香港 講回支聯會在劉曉波被拘捕 被判刑 因為劉曉波被判刑 是2009年的10月25日 當日我也有份衝進去中聯辦 中聯辦說明 你不要進來 我們衝進去 在門口我們迫進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期間與警察糾纏 有兩個警察跌到地下 又有保安 與衝擊逮捕機制的會場有何分別呢 為何支援會又說人家政治檢控呢 為何又說當日做的事是對的呢 為何又找律師自辯呢 張文江是做甚麼的呢 是雙重標準的呢 為何你推就行 人推就不行呢 為何警察傷了 就不是暴行 是否由張文江批准的抗命行為 是值得尊重呢 沒有張文江批准的 就不應該做呢 一個政黨做人 最重要是有靈魂 指一時比一時 沒有論述沒有邏輯 有人告訴我張文江 我們和平理性非暴力很厲害 搞了幾十年 我想請教你 好像你和平理性非暴力爭取了甚麼 你如何應付兩個月後的逮捕機制 拿上來強姦香港人 強姦民意 在立法會公然行暴力 你說怎樣 又是投完票之後 又是說一句 香港是最黑暗的一天 立法會最黑暗的一天 天氣報告是甚麼呀哥 所以很簡單 我可能是錯 衝進去的人可能是錯 如果你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領袖 你覺得這個策略這麼有用 你出來 你出來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群眾力量去抗命 甘地 昂山素姬 馬丁路德金 以及所有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領袖 都不會躲起來 事後去評論人家的行為 甘地 甘地 在南非的時候第一次搞抗命 去 銷毀 南非政府種族隔離 歧視有色人種的身份證書 他是去做的 宵夜在香港都說破壞公安 我那次燒過太陽破壞公安 那你需要譴責嗎 你將文綱和其他人 翹起雙手 我問你 你怎樣做 如果你真的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去抗命的時候 領袖行先才有感召力 昂山素姬是躲在其他地方說話嗎 他不是被人軟禁嗎 馬丁路德金在當年做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公民抗命的時候 他都被教會裏裏保守派說他 他便寫了封信 他覺得 如果他繼續沉默的話 就是對不義的支持 他無法不是這樣做 即使犯法都要這樣做 這個甘地 亦都是這樣 很簡單,我想請教張文剛或其他譴責我們法民主派領袖 你出來,你出來做事,你不要要一個又沒有錢又沒有人的民陣去搞個遊行 你做事,你不做事坐在那裡,你自己本身是球員,你不是球證 長坡要靠你去贏,你是最多議員,你做過甚麼,除了在議會裏面 和民建聯邁有求榮之外,在這件事上還有甚麼做過 你有甚麼做過,現在我在期待你譴責我們用暴力之後 又表演你們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帶頭去做這件事 和平理性非暴力不是等於不犯法,對一個不義政權行的不義,沉默 或者是威縮是等於犯罪,甘地說過,在內虐和暴力之間,他可能選暴力 在內虐和平理性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命方法未必可以,因為 因為納粹政權會殺所有人,全都要用煤氣殺他們,好像殺猶太人 所以麻煩你,你這班高高在上的立法會議員,做些事 如果你想,那五十萬人出來投票說要雙普選的人安靜 你想年青人服從你的領導,你給點力,給點能力,給點勇氣 你現在天天去搞區議會選舉,天天都去想想怎樣令何俊仁選到區議會 然後去選超級區議會的選舉,那你的逮捕機制是怎樣做呢 是做甚麼的呢?萬一如果通過了,你有甚麼方法呢? 其實民主黨亦都很尷尬,老實說,事件事由他們開始的 都是我說民主黨那時包括湯家驊、馮蘸姬基這類人 其實由他們開始的,2012的五區公投運動 他們一早原來,現在看上去已經在2009年11月已經和共產黨眉來眼去 當共產黨大聲罵這個五區公投的時候,即刻肅殺 即刻用這個杯葛五區公投作為一個駐馬和共產黨暗道陳倉 現在他寫了出來,何時又談過,何時又被人拒絕 到最後尾,五區公投的運動是因為他們的杯葛成績未如理想 沒有出現到過百萬人投票,只有五十多萬人出來投票 他就拿了這件事去跟共產黨談 在這個余若薇贏了辯論之後,共產黨知道大話就跟他談 不只是共產黨接受他建議,共產黨建議他接受 總之大家就押了手 他只有三日,三日被香港人考慮 三日他自己考慮 三日之內民主黨就做一個背棄他自己的政綱 背棄他自己的策略,背棄他自己的承諾的決定 那你有何資格罵林遂論,是不諮詢 有何資格說這個保皇黨是保皇 05年的時候民建聯都提出過 有何資格罵他,跟中央對抗沒有前途 04年劉千石那時還是民主派 共產黨不想香港倒閉,大家不要再吵了 大家坐下談 如果你是對的,劉千石是否正確呢 民建聯在05年叫大家坐下談是否正確呢 很簡單的道理 民主黨有個說法 就算你和共產黨當年 在2010年的談判 說立法會現在多了五席的區議會公民選改 所以民主成分是增加了 我想請教你 你到何時才到你所說的所謂勞敬以來 是多到你可以拿到三分二的票 直選的議席有三分二,你可以拿到它 你何時做到呢?因為沒有時間 因為下屆的立法會選舉2016 如果2020,如果2020真的因為2017的假普選 特首得了之後要做 如果用循序漸政的方法,2016是怎樣的呢? 現在你問他2011是怎樣的 他就說你先搞完2012先 因為下屆的特首會處理 那你給了香港人甚麼呢? 又或者現在2012你派何序人出來選這個假特首選舉 我們的選舉由800個選位增加到1200個選位 是大躍進了 多了50% 我又問你 那你怎樣去循序漸進呢? 你怎樣保證共產黨是不會篩選候選人 用循序漸進的方法根本就沒辦法漸進 所以民主黨其實是在拖兒久然殘存 當2016來臨 或者當2012選完特首的時候 對於2017特首假普選的安排 以至2020的立法會假普選的安排 就會來了 當然別人跟你說 逐步來 那你先談特首假選舉 到2017之後 那個特首就會處理2020的立法會怎樣選 怎樣殺人所謂普選 各位 民主黨是不停地這樣 將他要為香港人做的事推遲 推遲 推遲 他是不停地這樣做回他以前罵保皇黨的事 為甚麼? 我也不知道他為甚麼 有人說拿多幾席 我不知道 但如果從理論上 和分析上 是不可能自言其說的 所謂路徑依賴理論 到底是民主黨路徑依賴過了去 因為他們看過去一年就知道 到底是民主黨領導香港人頂住特區政府的科政 以至到對我們普選和基本權利的侵犯是他頂住 因為不是 大家看到 路徑依賴的理論 就是民主黨在2010年簽了城下之民 無論是在2016的立法會選舉 2017的特首選舉方面 無險可守 這就是為何民主黨在現在是這麼射擊 民主黨是要在逮捕機制上面 只有口水沒有行動 在強廠諮詢會場上面 怕得要死 偏聽偏信 親者痛仇者快 賣有求 其實在這點上 我覺得 民主黨即使是在今屆的區議會裏面 就算能夠勉強維持到議席 其實都沒有意思 因為他和民建有何分別 和民主黨分別非常少 無論是在社會經濟政策上面 或是在普選的歸步向前上面 是沒有分別 我們討論他 民建聯是贊成領會上市的 他又贊成領會上市 民建聯是贊成 他又贊成減中援 民建聯是支持所謂宣九招 在防空政策上大倒退 民主黨出過何聲 民主黨自己建議 在社會福利團體中 殺人所謂整不過撥款 造成天怒人怨 造成肥上瘦下 造成機構 工作、措錢、員工、辛苦 造成種種的惡果 要不需要道歉 不需要的 民主黨 每一次的社會經濟政策 民主黨都守不住 地鐵合併上市 民主黨投甚麼票 到現在又說 地鐵合併上市 真是可加可減機制 不要加價 民主黨回來覆去找甚麼 其實在這點上我希望大家 都要深思 還有一個更加深刻的問題 當民主黨在區議會選舉裏 選到一些所謂超級區議員 好像現在何俊仁走回一個屯門的選區 或者其他蕾仲佳又落區 其實他就是想為他們和共產黨妥協 而拿回來的一個利益 是他要全部拿去 在這點上 司馬超之心 路人皆見 第二個就是 他希望在這個特區特首的選舉上 出來跑龍頭 到底是民主黨 勞敬依賴 還是特區政府勞敬依賴 這真是值得大家的心思 而民主黨的政綱 越來越所謂中產化 亦都說明了民主黨 除了向中共的權貴靠攏之外 亦都越來越和基層的市民距離越遠 所以在香港的權貴民主派裏面 我覺得分化已經是不可避免 令我詫異的就是 民主黨通常都說要僱全大局 我曾經做過一個反建議 其實在兩年前 所謂的協調機制 我沒有緊要 民主黨說你原來的區議員 如果再選 或者你原來已經贏了一兩屆的區 或者長期贏的區 你先選擇 我們不跟你競爭 保持團結和亦保皇黨 但是如果新的區 可不可以讓其他的政黨先選呢 很公道的 原來的區 你保有新的區怎樣開發 是由泛民主派其他的政黨去選 包括一些新的政黨 或者吃藥小的政黨 或者是個人 民主黨是不答應的 這個意思是 不是僱全大局 是僱全大佬 你以前贏的區 你以前贏的區議員 別人不可以跟你競爭 到新的開發的時候 又要問過你老人家 即是說你不選的區 別人才可以選 否則就說我做了事 甚麼是做了事 如果你是一個有願景 講團結的大黨 你又怎會在區議會選舉裏面 領到準 你怎會在區議會選舉裏面 是言行不一 你要保有 你說要對抗保皇黨 沒錯 你現有的區議員有機會勝 是爭取連任 可能是對的 因為你可能有機會做到 但為何新的區都要你去壟斷 所以很簡單說 一個政黨 大部分的黨員 在長期的政黨活動裏面 已經養成了一種careerist 即是找份工作去做 而不是為了一個理念去奮鬥 這就是民主黨為何在黨外有強烈的需求 是有跟中共妥協 在黨外有強烈的需求 認為不應該站在低下階層的利益講話 以免失去所謂實事求是 失去所謂中產階級的價值觀 所以其實總結一句來講 九月一日的事件 已知到後來的事件 進一步暴露了民主黨 作為一個自稱是泛民龍頭大黨 其實已經變了它的虛偽性 我想在第二個場合我會再慢慢分析 為何民主黨的政治會會轉成這樣 其實依然而廢之就是 他們對中國的願景是沒有的 對他們爭取的價值觀念是很模糊 一直都很模糊 今天只不過是在一個模糊裏面選了一條 是在一個統治者的利益 基本上是統治中港兩地的統治者 對社會經濟的分析 所以他們自跨在立法會提出的議案裏面 其實他們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跟政府一樣 只不過是小收小補 老實說如果百分之九十五都跟政府一樣的時候 那你又怎麽做反對黨呢 如果百分之九十五都跟政府相同的時候 那你便即使好像是共產黨的孫 特區政府的兒子 不過這個民建原是大兒子 所以你跟風合草 即是覺得他親疏有別是不開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是能夠察覺這個眼睛 比較透徹地了解 由逮捕機制的出籠 以至到抗爭 以至到差不多瓜屬體落 希望大家留意這個發展 如果民主黨就是用這一招 所謂最黑暗的一天的時候 那不如叫他們去做這個天氣 布幕元或者買燈膽 好,今天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來吧 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就來做這個 這個位置 還有一個我們來做的 有一個個案 有一個人去做 我去做這個 什麼我做的 就做這個 我們現在要做這個